中共公信部週一公告指出 新的整治行動將聚焦擾亂市場秩序 侵害用戶權益 威脅數據安全和違反資源 和資質管理規定等四方面的八類問題 不過這一舉措卻被視為中共更大規模 整肅高科技企業的一部分 近幾個月來 阿里巴巴、滴滴出行 字節跳動等多家互聯網公司被勒令整改 有輿論認為這些科技巨頭 幾乎全面控制了中國的娛樂、零售等行業 令中共當局感到不安 被認為可能會對中央權威構成挑戰